因為我總覺得把一個眼鏡 射到眼睛裡面去 然後不容易拿出來 我總覺得怪 因為我的肌肉 我的眼球肌肉我會退化 我會老花或進次的改變 那他這個東西怎麼拿出來 怎麼調整 我現在有個很大的疑問 調整好 那博士就是說 進去簡單 拿出來可能是大學問了 那主任是先幫我們下一個結論說 有期限制未來還有一段路要走 不過主任就您是眼科專家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自然醫學博士的一個疑惑 就是說進去可以 那拿出來呢 拿出來要比較更高的學問 我們要放進去的時候 你看他先打個人工的玻璃體 然後維持這個空間 可是他進去的時候 他會本來是捲的 然後攤開 對 攤開嘛 那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在裡面捲好再拿出來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不可以這樣直接 要不然就是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把傷口擴大 傷口擴大就會拿出來 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本來進去的傷口 大概是1.8個毫米 你拿出來 那你可能就要3.5個毫米 因為它就變全size了 所以它就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這個是目前爭論比較多的 就是也是這個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它放在這個水晶體的前面 一直摩擦 對 它會不會造成這個白內障的提早產生 所以這個目前是安全性 還有點爭議就是這樣 不過這也就是醫療上面的一個精進的一個方式嘛 那大家是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那還不一定 那還有待探討 另外就是白內障不要開刀了 羊毛固醇 鹽藥水就可以治療 這個是不是就單純多了呢 那麼主任 他們是說在針對一些初期的這個白內障 那你點了這羊毛固醇的鹽藥水以後 這個白內障會縮小 但是加州大學跟中國的一個四川大學的一個共同一個實驗 但是實際上來講 因為他是做在狗的實驗 所以主任是認為說人類水晶體結構比動複雜 所以在人類是不是可以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這個是在動物實驗上面 他認為在小狗身上看到了一些比較好的反應 我們還是就且戰且走 因為他現在只是在動物實驗的一個部分